今天我们来介绍的是钟思逸老师 因为牛奶爸在参加B&I的商务聚会 B&I的商务聚会 那这B&I商务聚会它好玩的地方就是 我们除了每个礼拜要见面一天的早餐时间要开会之外 我们在开会之外的时间 我们还要去做一对一 所谓的一对一就是 我必须到对方的公司 对方必须到我的公司 或者是我们彼此约一个地点然后去见面 可能会长达两到三个钟头 必须去互相了解 比如说你在做什么产业 我在做什么产业 然后我们的专业知识是哪些 彼此互相了解自己的 彼此的专业知识 那这样的用意是什么呢 最主要就是我可以把我的客户 或是我认识的朋友 他们如果有需求 是对方可以提供的服务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人脉引荐给对方 那一样的呢 对方如果知道我的专业 然后知道我的性格 然后知道我的客户需求是什么 我的目标客户是什么 那他就会把他认识的所有的朋友呢 有需要我的服务的人呢 介绍给我 这样的机制就是说 假设我们现在的分会有40个人 我们目前已经将近40个人 那你想想看 假设每个人的背后人脉有100个 算100个就好 基本上业务的人脉应该都不止100个 认识的人不止100个 那我们算100个就好 如果去乘以40个人的话 这样是不是就4000个 100 144千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边并不是说 彼此做彼此的生意 而是彼此把背后的人脉贡献出来给对方 所以呢 如果说真的有4000个客户的话 那你其实生意是真的做不完啦 那所以这个就是B&R的精神 那在这之前呢 我们必须去介绍客户给对方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对对方有充分彼此的了解 所以我们必须去跟每一个会员去做一对一的沟通 那这个一对一的沟通也不止一次 要可能越多次其实是越好的 因为更加了解彼此 而且更熟悉 那我们就更敢把自己的人脉给贡献出来 这就是我们在B&R里面的精神 那今天呢 我去采访的这一位 我们一对一 我们为什么讲采访呢 其实因为我有把他的那个影片录下来 用访谈的方式 让对方可以陈述他的一些专业项目出来 因为其实我听完之后 他的专业项目跟我差很多 有些我还真听不太懂 但是我如果把他录下来的话 放在网站上 我想有很多朋友 他们可能对这个领域的比我还熟悉 所以他们可能听得懂 那今天访问的这一位是思域老师 以下这些影片呢 大家可以看看这些主题跟您是不是有相关 他是一位命理老师 那我大致简介一下他的经历 我看一下 他的网站有写他的经历 他是专长在于官员成 像第一个我就听不懂了 然后官员成功转好运 良宅八字命名 首相面相择日火供法会塔罗牌 催眠引导 NLP快速恐惧消除 NLP这两年我常听到 有很多讲师都在进修NLP 然后也在教这个课 然后经历呢 幸运女神事务所创办人 中国心理一级心理諮商师 哦一级心理諮商师据说是 咨询师据说是大陆的最高等级的咨询师 心理咨询师哦 NGH国际催眠师培训讲师 NLP大脑程式语言学专业执行师 NLP执行师据我所知 美国的第一名基地大师安东尼罗宾 他也是一名NLP执行师 所以这个我听过 然后九天玄女原神功 中条理技术传承讲师 塔罗牌讲师 曾经承认命运好好玩的清算老师 哦命运好好玩 我这个节目我有听过 然后命运好好玩的节目特别来宾 女人要有钱的节目特别来宾 金头脑节目的命理师来宾 诶这两个节目我有听过 然后桃园县武术教育协会第三届理事长 桃园县武术教育协会荣誉理事 荣誉顾问 新北市劳工大学情绪管理和压力讲师 婚友社春天会馆两性特约讲师 哎呦 所以他应该会很会教人家 怎么样追女孩子 对 因为我们有谈到 他蛮厉害的 因为他懂女人嘛 各企业学校或协会等单位邀请讲师 好 OK 底下呢就是我对他的访谈片段 所以老师请问你以前是从事这个行业吗 我以前不是从事这个行业 我以前是在日商做一般单纯的OL 然后我之前在就是做品馆 对跟这个其实还蛮跳通的一个行业 那那是不是因为你的身体有异于常能的一些特质 才会让你做今天这一项实验呢 对其实说起来其实也蛮选的就是我小的时候其实在传统的歌庙里面啊 我师傅都一直告诉我说你就是要做这个一定要做这个啦 那可是其实我很TK 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功能 我就觉得好为什么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就跟着我父亲他们去念日本念研究所 然后就跟着去日本 然后就乖乖的就进到日商 然后就乖乖的上班当一般的OL 然后在07年的时候我就去那个大陆做集合 好就是集合那个我们的协力厂商 然后就出了一场大的车祸 然后整个是左半边瘫痪的 然后瘫痪之后呢就 就是有一些呃外挂功能这样子 对 外挂功能 外挂功能啦对 然后当然就是一方面也是自己也很有毅力 就是一三五去万方医院就是修复自己 对 然后去做复健的工作 然后二十六就念心理学相关的东西 是 哦 所以你因为那些事情之后 其实身体有一些不同的功能产生就对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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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